歡迎大家收看今次由香港國網球總會舉辦 HKLA-Lascom 2021的一個影片 今次這段影片是關於親子運動遊戲大推介的 我會在大概20至30分鐘左右的影片中介紹一些不同的活動和遊戲 適合一些大概2至6歲的小朋友去玩 開始之前,我先指我介紹 我叫Kelvin 其實我現在是香港國網球代表隊的一個球員 同時也是球隊中的對象 我曾經在2014年、2018年和2019年 分別在室外和室內的國網球勢力賽中 都代表香港去比賽的 除此之外,除了我一個球員 其實也是一個全職的國網球教練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叫Kelvin 或者Kelvin教練去稱呼我 看到這兩張照片 右邊這張照片 看到我們代表香港在200年 在二世紀比賽前 我們要唱國歌的時候拍的照片 但是,除了我作為球員和教練之外 我永樂的身份也很關乎今天 為何我會說這個題目 因為我最近也是一個四歲的小朋友的爸爸 今次這個小小的介紹 都會利用到我的小朋友 去為大家做一些示範和介紹 我的小朋友叫Eason 很幸運 雖然做教練的工作 有點不太定時 都抽些時間去陪我小朋友去玩 甚至乎帶他一起去玩棍網球 而且他也有時候會來看我打球 剛剛的照片 就是2018年的時候 我在香港棍網球公開賽的時候 他來看我 那時候他只有幾歲 兩歲都未夠 然後2018年在以色列打世錦賽的時候 他又跑去跟我們一起在以色列比賽 做了一件小朋友版的球衣給他 那時候很開心 那今天究竟會說什麼內容呢 其實最主要的重點當然是那些親子的遊戲 運動的分享 但是之前都簡單可以介紹一下究竟 這個年齡層的小朋友 二至六歲的幼兒 他們作為 有什麼可以去改善他的體能 或者他的基礎動作能力 這樣也會講解一下究竟是什麼 其實小朋友的事情很多時候都是 因為從小時候開始培養 他對他大了的時候 他的能力就會好多 尤其是這些體能的能力 那體能的能力 可以看在這裡就是 那 基本上教育局有他的指引 究竟幼兒的體能學習有什麼目標 那 教育局的指引裡面有六大的學習範疇 其中體能與健康是其中一個 那他的理念就是很簡單的 發展強壯的體魄 建立對體能運動的興趣 培養正面價值觀 積極態度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那他的概念也是說 希望小朋友小時候 開始喜歡做運動 減少肥胖的情況 可以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肥胖的情況 那可能會 將來會有一些長期病患 或者一些其他 各方面身體無病的機會 增加 所以其實教育局的理念 無論是有移植到 可能中學也好 他的概念也是希望 小朋友或者青少年 可以培養到一個 終身去運動的一個習慣 有一個健康的人生 所以在幼兒方面 他的學習 就是體能學習的目標 基本上是兩大類的 發展大小肌肉的能力 以及培養積極參與體能運動的 興趣和習慣 後者剛才也說過 就是希望他們可以 有一個中身運動的一個習慣 但同時也會希望 他可以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因為我們也明白到 玩體育會有不同的能力 可以培養到 就是實際上體能的能力之外 譬如他是社交的能力 團隊的合作精神 勇於上線不怕失敗 這些內在的能力 我們稱為mental skills 心理上的能力 也是很重要 從小開始讓他培養這方面 對於他長大成長 也是很重要的 那麼另一個大範疇 就是發展大小肌肉的能力 那麼今天講的所有遊戲 都是集中於大肌肉那一部分 包括一些大肌肉 在說什麼呢 就是一些跑啊 跳啊 爬啊 劈行啊 丟東西啊 摺東西啊等等 這些都是在訓練他的大肌肉 那麼小肌肉 可能就是寫字啊 一些手指的小肌肉的能力 那麼同時除了大肌肉 還有想都會建立一個空間 以及方向的一個概念 就是可能是一些簡單的 手眼協調的能力啊 或者是知道什麼是上下左右前後 那麼這些其實 這些全部在大家小孩 在幼稚園的時候 應該幼稚園老師都會跟他在上課的時候去做的 就是都會教他 哪裏是上 怎樣下 怎樣前 怎樣後 或者他們都會 如果學校有 應該都會有他的空間去做 上課的時候做一些 跑啊跳啊 不同的練習 或者走平衡木啊 練習平衡力啊 等等這些東西 學校都會做的 但是今天呢 最主要講一下 作為家長 我們在家裡的時候 或者去公園玩的時候 有什麼可以跟小朋友做到呢 都可以配合 就是叫做增強這方面的能力 那麼 究竟什麼叫做基礎動作能力 其實就是剛剛所說 基本上大肌肉的那方面的能力 那些動作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叫做基礎動作能力 就是叫做基礎動作 站啊走啊走啊跑 轉圈 拋摺 丟東西 推東西拉東西 這些都是一個 叫做基礎動作 那你見到 從小時候開始 剛剛出生 最底層就是一些普通的反射動作 就是眨眼啊 絕東西啊 哭啊 捉住一些東西 慢慢去到一至兩歲 開始小朋友 懂得站著 走啊爬啊 轉身啊 開始拿著東西丟 慢慢慢慢去到二至七歲 就是今次我們專注的這個年齡層 又多了不同的東西 那麼其實 研究指出呢 二至七歲呢 其實就是基礎動作發展很重要的階段 可以這樣說 其實你二至七歲 如果培養到這些大肌肉 這些動作的能力呢 其實對於小朋友 大過了之後去玩其他不同的運動 一些專項的運動 譬如比較熱門的踢球啊 打不球啊 甚至跑步 跑得快嗎 等等 這些不同的我們叫專門一點的動作 專門一點的運動 和競賽類的運動都是很重要的 譬如 簡單分享一下吧 我也教不少 在棍網球裡面 教不少一些中學生 在中學生裡面 大家都明白到 有些學生的運動能力會好些 就是 如果你一開始去教他們做一些全摺的動作 那些學生可能很快上手的 就是我們可能手間協調能力很高 那些學生其實可能他協調能力沒那麼好的時候 他基本的一些 扔球的動作 或者摺球的動作 他都不是很掌握到的 那其實這方面呢 我會說是小朋友的時候 可能他的練習 不是太多在這方面的能力 導致他大過的時候 他掌握的程度就沒那麼好 那所以 為什麼今天特意講這個題目 除了當然就是希望大家親子關係好些 來玩些遊戲 玩些運動 和小朋友的關係可以加強之外 也都可以說叫做贏在起跑線 除了依賴學校之外 我們作為家長 如何可以培養小朋友這方面的能力 令到他大過的時候可以做一個 在運動方面可能比較厲害的小朋友 都可以的 可能就是這個年齡已經開始可以培養的了 那麼 作為家長 大家可能想到音樂的能力 或者讀書的能力 很快就會學英文 但是原來體能 這些運動 都可以在這個年紀 就開始培養 所以這次最主要分享的是這件事 這次分享的是一些親子的遊戲活動 其實我主要說的內容 都希望是不需要去一個很複雜的地方 最好的就是可能是在家裡 就已經做到的一些活動 所以地方的話就不閒的 家裡有空間 可能廳也有差不多空間 不怕到處 就是可能我們在玩一些活動的時候 會打破東西 或者會不小心撞到桌角 就是留有一個適當的空間 給小朋友去做一些遊戲或者活動的時候 已經足夠了 希望在家裡可以做到 利用家裡的街磚 或者不同的東西去進行活動 需要什麼物資呢? 那一般大家常有的 常有的應該可能是 毛公仔一定會有 做一些紙波出來也可以有 那如果你不介意 可能花一點錢的 可能買一些氣球 買一些浮條去沙灘 那些人就會 就是喝油水的時候 可能拿著一條長長的 一條發泡膠這樣的條 可以浮在上面 那條浮條也好 或者是一些兒童的球牌 冰冰球牌 網球牌 羽毛球牌 即是兒童類別的 比較細緻的 適合他們的 都可以買的 至於下面那兩個 速度梯或者雪糕桶 看看個別的需要 不一定要有的 有的 只是小朋友做起來 好像有一個特別的器材在這裡 他都會投入一點點 我們就開始看看有什麼 遊戲或者活動可以做 第一個呢 我們先做一下 就是介紹一下 如何培養 如何訓練他的平衡力 那麼在這個年齡底下 他的平衡力的訓練 其實都是說 可能一些 單腳站 或者單腳跳的一些動作 那麼 可以看看這條片 我經常都叫我小朋友 做一個金雞獨立來看看 做一個金雞獨立 十秒 你看到其實他的金雞獨立 都不是做得很好 都會經常跌 但是慢慢慢慢去培養 就可以幫助到他的平衡力 左右腳都可以做 或者呢 可以試一下你跟他比賽 你跟他比賽 看誰可以站得久一點 那麼他就玩得開心一點 那麼單腳跳也是一個 可以叫他在屋裡 單腳跳 從這裡跳到那裡 或者你跟他一起 用單腳跳來跳遠 繞遠 也可以訓練他的平衡力 另外一些比較常見的 可能平衡木 可能在公園裡可以玩到 或者一般在學校裡面 其實老師都會跟他訓練 或者再簡單一點 都不用找一個特別平衡木 家裡有個專門 叫他要走在線上 不能離開線 基本上在哪裡都可以做到 家裡、在街上 隨時隨地都可以培養 即叫做訓練到他的平衡力 單腳跳、單腳踢 都可以隨時隨地做 這些都是很基本的 那麼 一般這個年齡層的平衡力 都是很簡單的一些動作 那麼如果小朋友聰明一點 可能大一點都可以考考他 叫他單腳站 還要閉上眼 閉上眼就會比較難度大一點 家長也可以試一下 這些都是一些可以訓練 平衡力的一些動作 好 第二個 比較重要的大肌肉的訓練 是跳 跳高和跳遠 跳高的話 可以怎麼玩呢 跳高的話 我不會找到一張圖 也沒有特意和我小朋友拍過 但是 可以玩的就是 作為家長 你就可以中間這個圖 手這樣擺放 那麼小朋友 你的目標就是要挑起 然後用一隻手要拍到你的手 或者 可以當作玩一個遊戲 你的小朋友就是一隻猴子 你的手就像香蕉一樣 放香蕉在這裡 那麼小朋友就要嘗試跳高 然後捉招 或者可能是提籽 蘋果 不同的東西 又可以和它玩 你同時間可以和它玩 生字遊戲都可以的 這隻香蕉 香蕉英是什麼 或是Banana 都可以同時間去訓練其他 英文能力 中文能力都可以 這個可以這樣去培訓跳高 或者 再簡單一點 如果有些長條形的物資 你見到我拿著浮條 你就可以叫它 哦 要跳過去 你看到它就可以雙腳起跳 跳過障礙物 最好就是要站直 可以訓練到它跳高 跳過障礙物的能力 可以一步一步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去挑戰一下小朋友 浮條的好處就是它夠軟 卡到也不怕 卡到也不怕 如果是硬一點的物資 怕卡到 如果跌倒就會有受傷 浮條好一點 卡到也完全不怕 卡到就卡到,沒事的 那也是可以訓練的一個方法 除了跳高 當然還有跳遠 跳遠 我也經常跟我小朋友在家裡 你看到我家裡 也有很多街磚 那我就說 哎,要跳街磚 要跳那一格街磚 是的 或者有時候跟它鬥遠 看看誰跳遠一點 都玩得很開心 在家裡就跳來跳去 有時候就是 晚上下班回家 就跟它玩一些很簡單的遊戲 因為訓練 那基本上 作為小朋友 你跟它玩這些體能的活動 它都很開心 那不需要太過複雜 最重要是你肯跟它玩 那它就已經很開心了 那這些是一些跳的動作 那當然 你其實可以是 除了跳街磚 你可以是跳過一些障礙物 像剛才那樣 除了 未必是高的 你可以是 擺一個浮條在地上 然後要它跳過去 在地上 或者擺很多不同的 長條型的東西 一條一條 好像斑馬線這樣擺 就是叫它一個一個這樣跳過去 單腳也可以 雙腳也可以 雙腳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訓練到它跳 剛才單腳也可以訓練到平衡力 有不同的能力 這樣也可以做 好 那麼 跳之外 其實還有跑 但是跑其實就 沒有什麼特別的練習 可以做 家裡空間有限 如果你有雪糕筒 可以放雪糕筒在這裡 做一些不同的動作 一些轉向 如果雪糕筒 或者要跑到雪糕筒 它回來 或者如果你有速度梯 也可以做這些 這些都是跑可以做的 不要特別去講 現在講一下 可以做些拋摺的動作 拋摺的動作其實都很重要 你玩很多不同的運動 打籃球 乒乓球 其實不是拋摺 但是乒乓球是需要一個手頑協調的 或者其他羽毛球 網球也是需要一些手頑協調的 拋摺其實最主要就是練習你的手頑協調的能力 你可以跟小朋友玩拋摺遊戲的時候 不需要特地拿球 很多小朋友 男生和女生都會有些玩偶 我Ethan也有很多不同的玩偶 在家裡 我可能就拿一個玩偶 一開始可能就是雙手 叫他自己拋起 自己摺回去 一開始應該有困難 像他剛剛第一次這樣 一開始都會拋起之後摺不到 通常可能他拋得太高 他自己掌握不到距離 摺不住 或者拋得歪了 然後摺不到 但是經過一些練習 他就可以慢慢慢慢掌握到 然後你也可以跟他比賽 最精通小朋友玩遊戲的時候 可以多加一些不同的元素 除了去做一些我們叫做練習 其實不要當他是練習 只是當他是遊戲 跟他做一些比賽的形式 可能要一分鐘之內鬥多一下 可能一分鐘太高 可能十秒之內要做得 看看能夠接到多少球 這樣去做 這樣可以令到整個趣味性 就會好些 除了雙手 當然可以是單手 單手 其實我小朋友現在四歲半 已經做到了 你看到他可以 左手一下不是丟得好 但是左手丟過來 左手丟過來 當然他也要用身體去輔助一下 但是你看到左手就可以摺著 或者這邊他就用右手 右手用上手去扔 右手比較純熟一點 用上手扔球 然後又用身體去輔助他 去摺著球 就是單手去摺著 那這些說真的 都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都是 我小朋友都是可能近這半年 他的單手才可以拋到摺著 小一點的時候 通常都是要雙手才能做到這些動作 當然 如果你拋的物件的大小也會影響到他 究竟那個難易度 你看到這隻貓貓公仔 對於他來說 不算太大也不是太小 對於他來說會比較容易處理 這些大一點的物件 做這些拋子的動作 對於他來說是比較容易的 其實對於他來說是比較困難的 或者如果可以的 可能有些膠球大一點的 免得炮打爛東西 去做這些動作 也是可以的 是的 那麼 除了做一些拋截 如何去練習手探協調 那麼 除了一個可能比較少見 寫下小見的方法 參考外國一些小朋友 可以跟他玩 用氣球 氣球來打球 然後同時 當然你一開始玩氣球 你可以用手 玩一些很簡單的遊戲 就是我們小時候也應該玩 拋起球 就要用手一邊拍著球 讓球不可以跌到地下 這些都是常見的遊戲 但是如何去練習手探協調 或者原來你想玩一些不同的 我們叫球跑類活動 羽毛球 網球 或者乒乓球 或者好像我講 網球 其實這些運動 我們也有支棍子 或者拍子 那些手探協調 是需要延伸出去的 所以不在我們手上 原來手去拍球 其實對於小朋友來說 不會算太難去控制 因為 他的手去邊 他就拍到去邊 對於他來講 打到皮球 其實不太難 但是如果我們延伸了 他多了一個長的物件 要他打一些東西 對於他來說 那個難度就會增加了 所以 多玩氣球的時候 進階版 你就可以跟他 就玩一些 好像當作打羽毛球 那樣 我拍給他 他又拍給我 我又拍給他 自己可能定了 一些小小的規則 不可以打到旁邊 或者一定要 你看到地上 我特意擺了一條線 一定要拍過界的 這些 玩這些遊戲 玩得很開心 我記得當晚他真的 傻笑 玩得很瘋 就這樣玩 很簡單 很基本的遊戲 看到他很興奮 接著 如果他玩得差不多 就是 你也看到他差不多 有那麼多的能力 我加了一個規則給他 然後我就說 今次我們一樣這樣玩 都是你打給我 我打給他 但是 我要一下左手 一下右手 我本身也不期望他會做到 但是 你會很神奇 他真的做到 可以看到右邊這裡 他一下右手 然後轉左手 然後打一下 然後轉右手 然後打一下 我同時間做 他同時間做 大家去玩 其實他也處理得不錯 兩隻手都可以練習到 手腕協調的能力 這些都是一些 比較有趣的練習 可以做在家裡 一小時的空間 甚至乎 不可以做一張床 在床上 和小朋友玩 又不怕打爛 又不怕跌倒 這樣做 亦都可以 可以 訓練到他一些手腕協調的能力 剛才說到 你都可以用浮條去玩這個遊戲 用浮條的時候 那支浮條長一點的話 難度就會大很多 即是他一般的手腕協調 對於他的難度就會大 亦都可以好好地去培養到他的手腕協調的能力 另外一個 都可以參考玩的 就好像打棒球 有浮條 或者家裡有些長條型的東西 都可以用來用 那你這裡用的波 你可以先用氣球 氣球比較容易 因為氣球飛過去的時候 就慢一點 他瞄準就會容易 但是當他慢慢慢慢可以掌握到的時候 還可以用一些小一點的波 當然不要打爛 甚至乎用紙波 也可以 我家裡有些波波前板的波 之前放下了 就可以用來玩 你看到我們很簡單 我就向著他 我叫他站後一點 不要太近 然後 就叫他準備 又傻傻地升棋 又要教他 然後我就拋我的手腕 打 一開頭也未必能打中 因為其實難度也有在 要用一些 extended 一些球棍去打球 第二次就可以打中 都是一些 可以參考的一些活動 讓小朋友可以在家裡玩 那麼 是的 最主要因為 我是一個棍網球的球員 手腕協調很重要 extended 的一個手腕協調 如何去打球 如何去摺球 如何去扔球 如何去扔球 這些動作 在棍網球裡面 都是比較重要 所以我覺得跟小朋友 都常做這些 就是如果你有些 另外一個都需要練習的 一個大肌肉的 就是拍球 其實在教育的課程 都有重點說過 可能去到四歲的時候 可以 右手拍球兩下 接著 左手拍球兩下 接著 這些都是在家裡做的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的籃球 就是不怕吵架下面 可能早點去做這些 可能9點前 在家裡玩這些練習 都可以去做一些練習 其他的遊戲 剛才有跳 如何扔球 拋接 打擊 除了這些之外 其他遊戲都可以跟小朋友玩 這裡可以提供兩個給大家參考 左邊這個就是爬 剛才其實大肌肉 其中一個基礎動作都是爬 爬的時候 你可以增加難度 就是放一條條條在這裡 就要它爬過的時候 不可以碰到越條條的 越擺越底 越擺越低 越擺越低 就有方法爬過條條條 也可以幫助 訓練到一些肌肉 靈活性 空間感 究竟它在上面的時候 他應該怎麼做 撞低頭 可能要黏著地上爬 這些能力 第二個 大家應該肯定有見過 玩過 最上次就是用水瓶 bottle flip 我家裡又有些 雪糕桶 用雪糕桶去玩 出奇地 是玩得非常之好 你看到他很興奮 我這陣子都經常跟他比賽 玩一個空空 因為我們家裡 今晚有四個橙色的 小小的雪糕桶 兩個兩個 兩個兩個 鬥快去flip 這個雪糕桶 要flip到 是站在那裡 那就是 我 很 很 這個 很不幸地 我們經常都輸的 不知道為什麼 玩這個 是特別厲害的 玩這個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這些活動 都會練到他 手部的一些動作 怎麼轉 他從錯誤中 怎麼調整他的力度 去 令到空間可以flip到 這些都是他可以培養到 大肌肉的能力 都是一些不同的遊戲 可以玩的 當然你可以用回 水瓶等等 或者 除了雪糕桶可以這樣玩 我們可以是 如果你有兩個雪糕桶 就叫他拿著一個雪糕桶 然後你嘗試拋一個雪糕桶給他 之後 叫他拿著雪糕桶 摺著拋給他的雪糕桶 或者他自己做也可以的 這些都是拋摺的能力 雪糕桶有很多不同的玩法可以做 就是剛才有說過 如果你跑 把雪糕桶放在這裡 跑到那裡 跑回頭 或者要他兜過雪糕桶 或者你有三四個雪糕桶 可以叫他走八字 等等不同 雪糕桶其實也是一個 挺有用的一個器材 如果大家不介意 花一點錢其實也不太貴 這樣去買一個物資給小朋友玩 也是很好的 說了這麼多 不同的遊戲動作 可以給小朋友做 除了家裡之外 其實也可以去不同的公園 去玩一些小遊戲 就是你在公園裡拿一條速度梯 或者把雪糕桶出來玩 或者當然最簡單 可能跟他踢一些迷你球 可能用一個棒球 當然不是一些硬的球 軟的球去玩 也可以這樣 有什麼公園可以帶他去玩 推薦幾個 生活好去處給大家 我相信各位家長 也不會對這些地方陌生的 純粹分享一下這些地方 都是我常去的地方 我本身住在新界 其實也會經常去馬鞍山公園 或者去大埔這些地方去玩 有時候也會去九龍 就會去佐倫谷 或者西九文化區 最近疫情尤其是很多人 但是也可以找到我角落 和小朋友可能踢一下球 或者打一下網球 也會 中山紀念公園 因為我本身都經常去那裡打球 有時候也會和小朋友去那裡玩 因為很大的草地也很舒服 除此之外 就是將軍路的單車公園 這些公園 共通點就是 都有一個頗大的草地 可以讓小朋友跑、跳 比如說他們跌到地上也不怕 然後可能跟他們踢球 玩不同的東西 我們又除了剛才玩的遊戲 有些不同的 有些 有個叫做火箭的玩具 讓他們玩 不同的東西可以讓他們玩 我們都 基本上 不是一個星期去一次 也兩個星期都一定去一次 這些公園 讓他們跑一下玩一下 都是家裡樓下的公園 就是那些有水滑梯 那些公園 也都可以 應該要常人帶他們去的 去那些公園玩 也可以訓練到他們的體能能力 那麼 最後 都叫做 讓我買個廣告 是的 至於我這個 這個 這個影片都是香港貴網堂總會 去叫做製作 所以 讓我買個廣告 究竟 那些 那些 是甚麼 棍網球 那麼 很多時候都有一些 就是我經常 剛才說的 就是要去一些公園 他和我兒子去玩 去打棍網球 那你見到右邊這個 應該是西舊文化區 一個草地 我和兒子在那裡打過 很多時候 其他小朋友看到 會一起玩 或者其他家長看到 都會問 這是甚麼來的 怎麼玩的 我都會簡單介紹一下 我是用棍子來控制 入球 射球、入球 那麼 通常之後的問題 就是幾歲 可以開始玩的 那麼 其實呢 在香港 雖然不算很普遍 那麼 也都 比較少一些 叫做小朋友去玩的 很多時候 就是以往都是在香港大學 去多做 那麼 香港大學開始玩 那我自己也是 其實 但是現在開始多了很多 就是總會 多了很多不同的 小朋友班 或者青年人 學校 去參加運動 但是其實你說幾歲 已經開始玩 可以開始打過網球呢 其實在美國 加拿大 這兩個 就是叫做棍網球的大國 其實呢 我知道呢 有些小朋友 是三歲 兩歲 甚至 已經可以拿著這個棍子 在家裡玩 那麼他們家比較大 在口花園 那麼 在口花園 就已經拿著這個棍子 扔來扔他的球 那麼 可以看看 我小朋友 就是我非常愛這個運動 那麼我很小時候 已經被叫Ethan去試試 拿著這個棍子去玩 那麼 你看到左邊 他那時候應該都是 一歲幾兩歲 都還是一個 豆釘 那麼我們已經在公園裡 叫他爭取一些棍子 那麼 其實呢 他雖然只有一歲幾兩歲 但是呢 他呢 都可以好好地控制到球 而且我和他做一些很簡單 我用一支棍子去放球給你 然後叫他給我一個球 在一歲幾兩歲的時候 其實他都已經做了 那麼 那麼 當然呢 不會說馬上做到的 是的 都會有失敗 失敗那些 不刻意拍出來 讓你等一下看 都有不少的失敗事 但是呢 其實他慢慢 一次一次 你看到他會一次 一次的進步 就是可能 今個禮拜我和他玩 他可能 還沒做到這件事的 那麼 他慢慢和他玩的時候 他已經慢慢做到了 那麼你看到 右邊這個 就是差不多 都是幾個月前的時候 那時候都已經四歲了 那麼 他呢 已經可以自己呢 在地上 我們叫做橙花的球 然後他拉一拉 他就橙花的球 而且呢 他可以丟到那個球 當然一定不是每次都丟得這麼準 是的 但是橙花的球 他已經非常之有把握 可以掌握到這個技術 其實橙花的技術 對於他們三四歲的小孩來說 他那個協調的能力是 都挺需要的 是的 都是一個難度高的動作 但是 經過幾個月的練習 我會玩 經常都會叫他 嘗嘗試橙一下 橙花不到 不要緊的 有時候都會用手 撿起球 其實 但是慢慢慢慢去練習的時候 真的看到他慢慢慢慢做 那麼 懂得橙花這個球 自己放在網上 然後呢 甚至把球給我 是的 那麼 除此之外 有時候 即剛才說到 在公園裡 會找到不同的小朋友 你看到呢 站在我旁邊的那個 就是我的小朋友 Ethan 背著鏡頭 這位小朋友 其實我不認識他 我連他什麼名字都忘記了 因為在西九文化區玩的時候 是認識的 那麼 剛好我多了一些小朋友 就拿回去一起玩 大家可以試試玩 進攻防守的遊戲 那麼 四歲的小朋友也很有趣 你跟他簡單講解一下 他真的懂得如何進攻防守 當然不是很厲害 也是一些很搞笑的 可以看一下 這位小朋友就進攻 嘗試進射那個龍門 我小朋友Ethan就防守 你見過 死了死了 然後跑完後擋著龍門 很搞笑 你看到他的腳步 迷中步 最後還很有趣 我們再看一次 最後他用棍子 打了別人的球 搶了別人的球 這是我教他的 我教他 其實可以用棍子 去搶別人的球 所以他就在防守的時候去做 這樣 你會看到他 我隨便說過他的說話 他已經記得 然後他又會做出來 然後他在防守的時候 我也會知道 要這樣擋著 我會簡單說 防守的時候 要看著別人的胸口 在別人的胸口前面 然後擋著龍門 擋著龍門前面 別人就不會射進了 然後你看到他就會 盡量都會擋在別人的前面 雖然他的迷中步 比較搞笑 但是 你都會看到他 成功 你做到 反過來 他做成功 很搞笑 他就懂得拿著球 然後做這動作 然後去射球 你看到他慶祝 這段片不太長 但是你看到 他都懂得自己去 放那波進龍門 就射進 這個小朋友 嘗試封住的龍門 他都找到位置 去射進去 四歲的小朋友 其實都 大概可以掌握到這些技術 另外這裡 這個是他的朋友 也是很好的朋友 小時候就懂得一起玩 帶他一起去玩 因為他的小朋友 這個 叫Jackson 他不太懂得玩 很簡單地教一下他的時候 一開始就說 一開始 這個球滾出來 一開始 鬥快按住他 這樣 可能一開始 練Groundball 練橙波技術的時候 這些小朋友可以先學 他也可以幫助他去 跑 手掩協調 按住球 他要蹲下 等待這些動作 也能訓練到他的大機會 你看到他 追著那個球 對準那個球 去按住他 你看到一開始也不是那麼容易 然後 單手 雙手 都可以做 當然我們棍網球 最好都是雙手拿棍 但是 單手 雙手 都可以練習 所以說 幾歲可以打Lacrosse 我會說 越早越好 三歲 四歲 就可以讓他試一下 那麼 香港玩Lacrosse 其實不多 小時候可以培養 可能大一個 就會做到一個不錯的球員 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小時候讓他試一下玩 至於你說 哪裡可以 沒有這些器材 怎麼辦 那就好 馬雅說過 總會 有這些小朋友 可以給你去 貼置 給你的小朋友去玩 對了 當然就是 因為 同時間 除了器材 之後 其實我們 有很多不同 我們叫做一些 同學日 睡日 或者一些 貴網球初級班 兒童的初級班 讓小朋友去試玩 遊戲 小時候 五歲開始 我們都會開班 給五歲的小朋友去玩 詳情可以看回我們的網站 www.hklax.org 去看看 找到不同的班 或者同學 接下來 5月16日 下個月 在將軍路 明德運動場 也會有同學日 所以大家 家長帶小朋友來試一下 就可以 或者我們不定期 都有些初級班 可以讓小朋友參加 暑假一定會有的 所以有興趣的人 隨時留意著我們的網站 就可以讓小朋友去參加 那麼 今天的這個 親子運動遊戲 這個推介 的 介紹就是這麼多 當然 這個短短 20人30分鐘的影片 其實就 不算 蓋了太多的東西 都是給了一些概念給大家 其實 剛才所分享的一些 遊戲 你自己都可以再模擬 你用不同的物資 即是配合你家裡 可能有不同的器材 可以用 或者你給一些創意 可以加強難度 令到遊戲更好玩 也是可以 那麼基本上 最重要的就是 希望大家 家長和小朋友 都玩得開心 之餘 亦都令到小朋友 可以訓練到他的體能能力 令到他 將來可以成為一個 好一點的 玩運動的一個青少年 多謝大家收看今次的影片 希望我們下次將來有機會 在購唱上見到大家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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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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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